這個given signal to noise 那我在device測量 我要選這個physical layer mix bit error rate通常都是一個requirement bit error rate是一個測量結果 也是一個requirement 就是我能夠忍受這個 通常有bit 有這個一個error 那這個跟距離的關係 跟power的這幾個 全部都合在一起的話 那 這邊 我本來不想談 但同一片有 那我就談一下 energy跟power的不同 我們現在 我們energy是什麼 energy就是能源 那power是什麼呢 是energy consumed per time units power是有 單位時間之內消耗的energy 這個是power 那這個 那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傳輸呢 是power呢 是as low as visible 這個 這個 就是說 越低越好 所以energy是這個 能源 單位時間內消耗的是power 所以power它裡面有一個 我們說電 這個電燈是多少瓦呢 那是power 單位時間內消耗的energy是多少 那這個 那 那同樣的我們單位時間內 不希望我們的那個power消耗太多 那 那 那power distance 跟signal to noise ratio的一個 一個關係 那 呃 如果在idea的space裡面呢 signal strength呢 是跟這個距離的平方 就是 就是 如果說距離 距離越 越長的話呢 這個是不可能存在的 就是距離 我們會刷解 那power 得到的power越來越小 然後signal strength 越來越小 那需要power就越來越多了 就是這個signal strength 會 會成 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那實際上甚至到於距離的六次方 所以這個 呃 跟距離相關 很相關 那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我們前面也稍微看 看過一下 就power跟這個 跟distance的關係 然後這個past loss的影響 那我現在要 這邊有一個worst case的分析 這個model這個我們也不用看 好 好 那 那 那這邊有幾個physical layer的這個 定義 一個是 一個是 baud baud rate 那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我們那個 前 前一次 有談到這個manchester code manchester code 那個是physical layer的一個encoding的方法 那他算是算baud rate 就是說 我 我訊號的這個 變化 就是我變化的次數 我一對零 突然有一個一 我一對一 突然有一個零 那 然後呢 再隔多久的次數 再變 所以那個變化的 只是量變化的次數 那那這種叫baud 這個 number of change per second 就是 你變化的那個次數 他不是看你這個 呃 這個 傳了多少訊息 看變化多少次 那這個 這個叫做 baud baud rate的話 是單位時間之內的變化多少次 那 那 那 bandwidth呢 bandwidth的話是frequency 他單位就是 這個range of frequency 這是這個 所以他的單位是 每秒的多少個cycle 所以他單位是hz 所以我們前面當然我們把bandwidth跟channel capacity合起來 那現在有一點分別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再算一下 算一下這個channel的 這個channel到底他的data rate是 所以會是多少 把這個h跟c把它連起來 那 那我們故意講的這個bandwidth 其實是channel capacity 是data rate 是每秒呢 能夠傳多少的資料 rate at which data can be transmitted over under given condition 就是說 data rate 就是channel capacity跟data rate 是同一個東西 那 bandwidth呢 是先天的 就是這個 這個頻段 那 baud是變化 那 那 那這個 那這裡面會跟coding的 encoding的 method 這等一下我們會看 還有modulation的這個rate modulation rate 就是我要 等一下我們會看這裡 然後還有這個 訊號的這個速度有關 那我們 有兩個這個定理 一個是這個nequist的the serum 那一個是channel的the serum 那這兩個定理它的詳細的 我想不去談它 那這第一個說是理論值的 尤其nequist的這個是最早的一個 這是假設是一個noise free的channel 這channel裡面沒有任何的noise 這是最 然後它裡面可以算出什麼 是你的channel capacity 跟你的這個 你的channel的這個bandwidth是h的 你的channel bandwidth是h 然後你的channel的這個capacity 這個就是bps 就你的這個data rate 然後h是你的那個這個bandwidth 然後在這裡面 你要把它encode成數位的 就channel v level 就你要變成幾個level 就是你這個 我們像這個 我的bit level 我如果用01的話 就是0跟1兩個 那如果兩個bit的話 我就可以有四個level 三個bit的話 我就可以有八個level 那四個bit的話 那物理上面 當然你可以分成 同樣的這一個 你要分成多少個level 你可以分成多少個level 所以這個v是vlevel這個意思 那這樣子的話 是nequist 它可以算出這個channel 跟這個bandwidth的這個一個關係 在noise free channel裡面 但這個不太實用 那shannon的話呢 shannon是另外一個 它是noisy的channel 那就比較 它算的就比較 你說比較接近 那也是channel跟bandwidth 那它裡面 那noise的話呢 就要考慮到這個signal to noise的ratio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說noise裡面 它到底這個訊號品質 是好不好 所以它把它 把這個signal to noise ratio 考慮進去 然後 同樣的算出這個channel 跟這個 那跟 那所以 它就用電話線 電話線的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電話線的這個 這個signal to noise ratio 如果是1000 它的這個 頻觀是3.1kHz 然後這個頻段 頻段3.1kHz 然後 那這樣的話呢 電話線上面 在那一段裡面呢 它能夠傳的data rate 就是這個樣子 data rate 所以為什麼我們以前這個 說播接的時候 播接的時候 那個電話線只有一小段 頻觀只有這個 我們這個語音 傳語音的地方 時候同時傳 傳數據的 我播接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小時候 有過播接的那種 上網的經驗 那那個時候 因為它電話 它用語音的這一段 它只有這一段 能夠傳 所以 所以它的這個 有一個limit 它的channel 跟那個頻段 只能傳到那麼多了 你用modem 再怎麼樣 就是到那麼多 那像ADS有怎麼樣 所以你用ADS有時候 你雖然用電話線 可是 你還可以繼續講話 那因為它是 在上面 在加了 它不是跟語音 不是用同樣的頻段 上面我們的download upload 好像都不同 上面有更多的 在同樣條線上面 但是有更多的頻率 給你用 所以這個 我們看一個最後的 這個到無線的地方 也會看 因為我們這個propagation 我想我們下場就不談 我們看一下最後這個 這個是 Hidden Terminal的這個 原因是因為從signal fading出來的 就是 假設有三台無線的 他們在溝通的時候 我想 在無線區網的 可能修過修的 可能就看過這個 那 那個Marticle Center 跟這個Receiver 在傳遞 那 像B 他可以看到A B 可以看到C 那AC之間 他們有阻隔 他們沒有辦法傳輸 那 所以AC他們不知道 他們這個 同時傳給B的時候 B會造成 B會造成這個 這個 interference 他們會互相干擾 那 這個在signal fading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他 A到C的話 他到B的時候是OK的 可是他到了這個 到這個C的時候 因為有阻隔 所以他的strength會降到很低 那C到A也是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跟他訊號強度也有關 當然在無線 在無線區網的時候 不談他的這個訊號的強度 那這個其實 當然這個只是個叫Hidden Terminal的這個Problem 那